大家好,又是我五哥 今天講一些很差的事情 這些很差的事情是關於Youtuber的 關於什麼呢?請大家留意 那是什麼差的事情呢? 事緣我這幾天看到群組 有些人很不喜歡某個Youtuber 大家聯群結黨 就打算做一些事情 令到這個Youtuber 沒有那麼多人喜歡 因為都很有名 誰就無謂說 那你當是我先 做什麼動作呢? 首先 叫所有群組的人 暫停他們 暫停他們 跟著就 Dislike他們 跟著舉報他們 用這三招對付Youtuber 當然大家做什麼行為 我沒有左右別人 別人做什麼就別人決定 但我反過來想 作為一個Youtuber 怎樣才可以令到自己的頻道 更多人看 受人歡迎當然最好 不受人歡迎也沒辦法 因為始終 一樣米樣八樣人 你不會迎合到所有人 都對你喜歡的 反過來說 如果你真的要做 如果想要一個Youtuber 倒塌 最簡單的一招 譬如之前 有些人都發覺 有些人 Youtuber 是無故消失了 因為可能 受舉報 大家都知道 作為Youtuber 有三支旗仔 如果三支旗仔 都著了 你的頻道 就會暫停 就要跟Youtuber 申請 證明你沒事 當然很多人都試過 很難搞 搞很久 也有很多是很無辜的 只不過是因為 有些網友留言 留言影響他 可能有些人真的舉報 另外就是 怎樣可以提升自己 Youtube頻道的 觀看數 或者多些人看 當然內容永遠最重要 所有 在網絡上的世界 無論推銷也好 你寫blog也好 做home page也好 或者你做所有的推廣也好 Content 是最重要的 基本上 如果你的Content 是可以的話 你講得很難 好像我這樣講到 或者說得很沒趣 都依然是可以的 因為Content 當然其他的配合 就會更加好 其實這個就好比我 有時跟一些人說 做法製銷行 做法製銷行 需要學很多東西 之前我有一些片都說過 如果大家未看 可以看回我這條片 不過好像 都不是太多人有興趣 只有幾百人看 不過都繼續說一下 其實做法製銷行 最重要 很多人就以為是 那是 怎樣用FUNNEL 引人進來 去看你的東西 以及用什麼traffic 引人流進來 FUNNEL 很重要 其實呢 反過來說 就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反而是 反過來FUNNEL 底部的Product 你在銷售什麼Product 如果你那件Product 是根本 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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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就算你的Sales Page很懶 你Pitch得很差 你說的東西 沒有說服力 那些人見到 那件Product 如果是正的 的話 他都可以賣 所以同樣道理 我們做YouTuber的Content 是很重要的 說得太遠了 說回 我看到那些朋友 可能杯葛某些YouTuber 做過三招 其實呢 我做了這麼久 叫做七八個月的YouTuber 那我發覺呢 你 Dislike一個 Channel 例如我 那些片 很多時候 永遠都是很快 有人Dislike我 我這條片一出了 就 一定有十幾二十個 Dislike 很正常的 可能有些人都 覺得這個五哥很廢 一出這條片 見到就憎 所以一見到就馬上Dislike 可能是這樣 但這個 無關重要的 不是重點 我想說的重點 就是Dislike其實是一個engagement 就是一條片 互動性高不高呢 其實都是對你的影片 是有加分或者減分的 那如果互動性越高 譬如你這條片 一出就很多人留言 很多人like你 那當然就一定是互動性高 那是會加分的 那是不是一出條片 就很多按Dislike 不斷地播放影片 不斷地留言 留一些很差的 很負面的留言 就會令到channel低 那我又覺得未必 我看回過往的數據 似乎這個方法 未必是很可行 那所以 我講回這件事 就是想帶出 其實做一個youtuber 你要做很多事情 去令到你的頻道 所謂的成功 多人提 還有就是我發現 我都研究了很久 大家如果有看 我都有講過一堆的 youtube的秘技 都是自己經歷過 由第一條片做到現在 三百多條片 以及上了youtubergo的課 所得出來的一些結果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 我講什麼youtubergo 就看回我的訪問系列 是很有幫助 我最近發現 有一些大師說 其實 youtube 他背後的reform 即是他背後推薦的邏輯 以及怎樣去令到一些 videos 會放在別人的右手邊 即是一條片的右手邊 譬如我 我出一條片 譬如這條片 性侵那條片 那我這條片 他肯會有一些 是推介在旁邊 有些是推介在旁邊的 哪些呢 這些呢 就是怎樣會出現呢 他的algorithm 是沒有人知道的 youtube是沒有說過出來的 他只是一個很笼統的一些 規則 實際上是怎樣做出來的 有些大師 就真的推測到出來 其實有幾個重點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首先第一 第一當然是 title 第二就是 description 這些大家都很清楚 還有第三就是 thumbnail 譬如這個 當作是thumbnail 即是 有人看到這張照片 看到這張照片 就很想看 按進去 但是這張照片 是否一個clickbait 即是否一個利誘 引你進去看 進去之後 其實跟內容是沒有相關的 或者是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這些其實都是會加分減分的 另外 當然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 video 本身的 content video 本身的 content 其實 如果大家做了youtuber 都知道 這張照片 基本上上載了 去他的伺服器之後 其實他已經知道 你那張照片的內容是什麼 以及他已經是在警號 譬如我之前這張照片 我上載了之後 我都未按public 還未放出公眾 他已經在警號說 我這張照片 是不適宜放廣告的 即是證明 其實他的伺服器 現在AI做得很厲害 他基本上 掃了你這張照片 一次知道你的內容是什麼 接著就可以決定 你這張照片 是否適合訪廣告 或者是否有些可疑 或者是否有些值得 就是blog了你 之類之類 那些行為是會出現的 最後還有 一樣很重要的 我想沒有什麼人說 也沒有什麼人知道 就是這個thumbnail 其實他背後 是有些 應該怎麼說呢 他背後是有一個 很重大的訊息 在這裏 還有每個影片的內容都很重要 那我就暫停一下關子 因為我都要試一試 因為需要用這個程式去幫助我 才可以把謎底解開 因為原來這個thumbnail 本身已經有很多線索 令到YouTube的伺服器 知道你一些東西 那是什麼呢 我暫時不說 因為我自己都要測試 那我下一條片 我試完之後 就告訴大家 其實thumbnail 和video的content 本身 是有些很重要的訊息 大家是完全忽略了 而如果忽略了之下 你很可能 你的影片 是不會推薦給別人看 甚至是 沒有人看 甚至是你的影片 會在警號 說 令到YouTube 阻止了你的影片 不讓你出 也有可能的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下一條片 就和大家說了 先賣個關節 今天講到這麼多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支持一下 我和訂閱我的頻道 明天就和大家見面 先拜拜